在里面最主要的是对什么样的一个财产进行的明信 主要是方产 现在有这个一组的话就不用啰嗦 拿出一纸来就按着一组去办 法院判的话都好判 你们不是进行一个平均分配 其实你有自己的一个意向的这种 那肯定的 按照自己的意见 自己愿意给谁就给谁 老百姓的主要的家庭财产还是房产占大多数 也已经有400多份生肖了 那么这400多份里面 目前有30多份 是因为家人之间可能协商不成 那么到法院去诉讼 在最高法院的公式上 这些案件无一例外的都被法院直接认定遗嘱真实有效 节省了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 也节省了法院的这么一个诉讼的处理的过程 离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